请问数字要怎么检查 数字 例如说销售额 这家公司的销售额 资料检查 如何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也可以去做排序 你可以知道说 最小是多少 这一笔的订单是13元 最多的是35621元 这个是一个订单的金钱的分布 那我们现在再去看另外一件事 请问一下这是超市的订单 所以我们来去看数量的资料清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数量一最多最多会有多少 14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资料检查 了解这个资料的特性 有些的订单它是可以打折扣的 有打折扣 它利润它可能就会变成负的利润 数值我刚刚说排序 第二 第二请问销售额最小的值13.44 就是你在做数值判断的时候 你必须要检查的 销售额不会有零以下的值 可是利润会有 数量销售可能会有零 赠品赠送出去 所以它的那个销售额是零 有可能 可是数量不会有零 这个是数字检查的时候 你要再多判断的 利润可以有负数 折扣 折扣只有零到一 会不会有二 会不会有200%的折扣 这都是数字的基本的检查 透过还是快速的EMD案件 到最下面来去查找 看资料正不正确 以上是数字的资料检查